圆形秘露 晋冷的天空 是你 大哥 先要到电视台上节目了 是不是 你开的玩笑 真是让人听得很痛快 哪里 怎么比得上泡湖你的美妙歌声 对不对 对了 下次演唱会是什么时候 我迫不及待的想欣赏了 我的天只是说笑而已 今天也不例外摘一朵花 真是令人心动的香味 但是你比玫瑰花更美丽 好 金香 请你收下这种花好不好 小夫 谢谢你每天都送我花 哪里 不用那么客气 毕竟漂亮的花只有漂亮的人才配得上 对不对 再见了 小夫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薄姆 薄姆 真是爱干净 是小夫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薄姆 你这是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哪里 你真是会说话 这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薄姆 真的 没有 对了 小夫 你要到哪去 到到晚之前 我要去三家补习课上课 真是辛苦了 我去补习班上课去了 告辞了 再见 路上小心 有这么乖的孩子真好 库川家的太太真幸福 相比之下 大熊 你功课做完了没有 没有 你应该多跟小夫学学 他一个人要去三家补习班上课 一直用功到傍晚 人家多用功 这有什么好笑的 不是的 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小夫说去补习 其实他都是逃课没去 他额外付了老师的钱 所以他没有挨骂 大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你自己的同学 你这样的人格会受到别人怀疑的 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 妈妈一点都不相信我 你就不要太在意了 光猪猪表面功夫这样是不长久的 你怎么 不能等到他露出真面目 因为我的人格也因此会受到严重的怀疑 你老是喜欢把事情想得很严重 小夫要做什么是他的自由 但是如果影响到我 那可就不可原谅了 晴朗的天空 大熊 你觉得我的心格怎么样 我没有心情管这个 我要想办法把小夫找出来 你没有心情管这个 你居然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实在太可恶了 不是 你少啰嗦 你少啰嗦 白痴 你可以去找小夫了 也都是小夫 你有没有看见小夫那张厚子脸 大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小夫呢 小夫他是个很体贴的人 而且非常细腻 你这样随便说人坏话真不好 什么 只不过送一朵花给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做玫瑰花很简单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玫瑰花 好美 我告辞了 再见 给我站住 每天在这里偷摘花的人就是你 不是我 你误会了 你刚才想要什么 我这个 快说想要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朋友竟然会是偷花贼 怎么可能 我简直不敢相信 伯母求你原谅他吧 一定要原谅他求求你了 你这个孩子对朋友太讲义气了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 什么 小夫呢 太卑鄙了 原谅 你把这个圆形毕露的贴纸贴在他身上就可以了 圆形毕露贴纸 只要被贴上这个贴纸 原本是在暗中做的事 都会光明正大地做给大家看 请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好好的劝导他 没事的 那就麻烦你了 一切包在我的身上好了 怎么搞的 不过是两朵没过话 干嘛这么小气 小气鬼 像我这样 每天都这样偷摘花 怎样 怎么了 小妞 我不是平白无辜的送你花的 我向你作业给我抄的时候 不要摆出那幅讨人厌的样子 知不知道 我最讨厌小木了 最高竟然不由自主的说话 到底怎么回事 我的好朋友 欣赏一下我的新歌 天空 满死人了 像你这种笨蛋 我居然还要巴结他 神经病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 这么难听的歌 让人一听 也想一吐心中的 原型毕露贴纸的功效可真是大 谢谢你 多莱莫 说你的福 现在大家总算看清楚小夫的真正面目了 大家了解就好了 小夫 大熊 你怎么了 伯母脸上的皱纹又增加了 有这么一个笨儿子一定很辛苦 再见 大熊 妈妈问你功课写完了没有 还没有 到底怎么搞的 刚才遇到小夫 他说了那些话 妈妈真是觉得丢脸 追根究底这一切 全都要管大熊 因为你老是贪玩都不肯念书 就是我讲出这些话还真是为难 我没办法 那很痛快 哪里 怎么比得上炮虎你的美妙歌声呢 对不对 对了 下次演唱会是什么时候 我迫不及待的想欣赏了 别说笑 我的天只是说笑而已 今天也不例外摘一朵花吧 真是令人心动的香味 但是你比玫瑰花更美丽 静香 请你收下这种花好不好 小夫 谢谢你每天都送我花 哪里 不用那么客气 毕竟漂亮的花只有漂亮的人才配得上 对不对 再见了 小夫真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君子 伯母 真是爱干净 是小夫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伯母 你这是一天比一天更年轻 哪里 你真是会说话 就是真的 我没有骗你伯母 真的 没有 对了 小夫你要到哪去 到到晚之前 我要去三家补习课上课 真是辛苦了 我去补习班上课去了 告辞了 再见 路上小心 路上小心 有这么乖的孩子真好 是他的自由 但是如果影响到我 那可就不可原谅了 晴朗的天空 大熊 你觉得我的新歌怎么样 我没有心情管这个 我要想办法把小夫找出来 你没有心情管这个 你居然有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实在太可恶了 不 不是 你少啰嗦 白痴 你可以去找小夫了 也都是小夫 你有没有看见小夫那张厚子脸 大熊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小夫呢 小夫 小夫他是个很体贴的人 而且非常细腻 你这样随便说人坏话真不好 什么 只不过送一朵花给你 有什么了不起的 做玫瑰花很简单 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的玫瑰花 好美 我告辞了 再见 给我站住 每天在这里偷摘花的人就是你 不 不是我 你误会了 你刚才想要什么 我这个 快说 想要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的朋友竟然会是偷花贼 怎么可能 我简直不敢相信 伯母求你原谅他 一定要原谅他求求你了 你这个孩子对朋友太讲义气了 好 好 好